600年前,原始祖忽必烈之崇孙托欢,在黄河之流大通河畔,投降于明朝,朝廷封其为吐司安置于连城,就是今天的兰州市永登县连城镇。 近历代吐司扩建或修缮,现存建筑为15式吐司于清嘉庆年间扩建后的格局,现占地近4万平方米,建筑面积近9000平方米。 这座建筑群内,衙门是吐司办理公务的区域,布局严谨,住宅区为内眷生活区,设计精巧,花园也称官员,园内古树参天,是西北地区不多见的院领遗迹。 鲁吐司共传19世24位吐司,历时562年,期间获食受或追赠为一品的高官就有8位。 在入门处的牌楼上有一块势赌忠诚的匾额,现存牌楼为清嘉庆年间重修,势赌忠诚四字为嘉庆皇帝玉笔。 衙门屋内,地下还有四通八达的麦状烟道,类似于如今的地暖,涂暖气,被管护部门称为衙门三绝之一。 另外两绝分别是衙门内排水沟,虽经多次考察,但仍无法找到最终排水口,但排水却很顺畅。 还有一绝,是像周十八罗汉的通天柱,中间形成南北15米,东西12米,无柱子的大空心,大跨度令人惊叹。 整个建筑群坐北朝南,在中轴线上移进树苑,直线贯通,苑落相连。 红拓出庄园的高大威严之势,在当地有西北小故宫之称,至今保存完好,皆属不易。